我觉得很多时候真的要走到下一个阶段都需要多一点的勇气 所以当下的心情是很复杂 可是很真心的想要和所有的朋友分享 爱情要怎么保鲜 爱情要保鲜应该会是看到对方的好 多一些夸奖 少一些抱怨 然后多一些付出 再付出 我在看中啊 我觉得看中应该是彼此的理解吧 能够互相理解 林志玲深夜赶上发文 走上婚姻的不归路 结婚两年她终于忍不了了 2019年林志玲突然在网上宣布自己与日籍男友黑泽良平结婚 婚后搬到日本居住 此后林志玲很少再出席活动 曝光度也减少了许多 之后志玲姐姐婚后再网上晒出自拍照 如今已经46岁的她 状态依旧是少女模样 但底下却有评论说到感觉志玲姐姐很不开心的样子 眼睛失神的感觉 这一次林志玲深夜赶上发文 内容引起网友的各种猜测 自从林志玲结婚后 媒体对她婚后生活的各种报道不断 婚变 家暴 不运等消息频频传出 但是这些并没有得到当事人的证实 这次林志玲发文引发了观众对于她婚姻现状的担忧 难道她的婚姻状况真的出现问题了吗 不少网友感慨 有着弯弯第一美女之称的林志玲 家世 样貌 双伤都是出类拔萃的 作为所以男人心中的女神 当初林志玲的选择有很多 为何偏偏选择下嫁远不如自己的黑泽良品呢 很多人在两人宣布结婚时就抱着不看好的态度 甚至因为林志玲嫁给了黑泽良品 名声和口碑都下滑了不少 谈到林志玲 就不得不说起严承旭 她与林志玲纠缠了快二十年 两人相识是在一次模特活动现场 俊男两女很快就对对方产生了好感 之后的严承旭靠着与大S合作流星花园一炮而红 两人的恋爱也被迫转为地下 2005年林志玲的手机送去维修 意外爆出与严承旭的甜蜜合照 两人的恋情就此曝光 全世界都知道两人在谈恋爱 但两人却没有办法承认 期间还被媒体拍到严承旭转机 专门前往医院探望拍戏受伤的林志玲 但是第二年两人就分手了 网友都很不明白 为何当时顶着巨大舆论压力 不顾公司的反对也要前往医院看望 如今却走到了这步 严承旭后来说 因为自己不够成熟 没能给林志玲足够的安全感 而林志玲在在节目中表示 当自己睁开眼看到严承旭的那一刻 自己非常的安心 但是当时严承旭说出的第一句话不是关心 而是责怪 当时林志玲就觉得这个男孩给不了自己想要的 两人在媒体的报道中纷纷和合十五年 但始终没有了下文 所有人都以为他俩会走到最后 所以当45岁的林志玲官宣结婚时 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严承旭 但是却发现新郎不是他 而是相恋不到一年的日记男友黑泽良平 这一条消息打破了人们的幻想 观众好奇 严承旭知道这一消息会是怎样的反应 然而严承旭只是送上了对他的祝福 就继续拍戏工作 把那份辛酸留给了自己 我一直是很知足而且很满足的女孩子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其实我日子过得很快乐了 未来的生活 我觉得大家在过往成绩 应该每个人都会是一样做了很多的加法 那现在应该生活可以拥有很简单快乐 幸福的喜悦是我们每个人都想要的 两人的婚礼很是壮观 在婚礼上林志玲说我们好晚才走到一起 余生请多指教 林志玲虽与男友相恋不到一年 却早已相识十余年 志玲姐姐终于等来了属于她的幸福 结婚后的林志玲一向低调 但外界对她的报道从未断过 婚后不到一年就被曝光老公家暴 因无法生育遭到婆婆嫌弃等到 但是在今年这些谣言就不告而破 林志玲官宣生子 在微博晒出和丈夫的甜蜜合照 用实际行动澄清了传闻 外界的猜测并没有影响到两人的婚姻 依然过得很幸福 有的人只能陪我们走一程 而有的人能陪伴到老 因为相信爱 林志玲最终也遇到了自己的爱情